立正 走勒 請坐 大家早安 早安 這個今天 我們 一大早談這個 題目是什麼就是 所謂美國的這個基本精神 昨天 昨天晚上那個 蔡先生林先生 也談很多嘛 所以有的部分 也是跟他們講的 一樣但是可能做更 深入的說明 還有什麼的 所以現在 就是 普遍來講很多人 就是接觸到我們這個團體 普遍 如果在網路上 討論我們這個團體 或是在 在小聚會 談我們這個團體 你可能也聽過了 每一個人就馬上 就認為說 欸 台灣作為美國一州也不錯 那這個 就是實際上跟我們的 這個論點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 並沒有認為 台灣要作為美國一州 所以 這個就告訴你 一般人的認知 美國就是有很多州 所組成的 他沒有其他的認知 那你問他說 那到底關島是什麼 而 maybe maybe他都答錯了說 是不是一州 或是要不然他不知道 啊其實像關島 或是波多里克 美俗什麼什麼 這些地方都是 美國的海外領土 啊 海外領土 跟州不一樣 除了 你加個新州 你要在國旗上 加個新星 但是你這個海外領土 當然就不需要加個新星 但是另外就是 海外領土 他們就稱作 為合併領土 所以那些州 就是說 已經合併領土 所以州 就是已經固定的 這個州 是已經固定在美國的聯邦體系裡面 那那個 海外領土 就嚴格來說 他可以 選擇不同的方式來 跟美國 看看他要有什麼樣的關係 像現在 在有一個 北馬利亞納群島嘛 他是跟美國有 有個 有個合同 他跟美國有個合同 但是其他像 波多里克 我們不是常常看到 他報紙上看到 他說他要公投獨立什麼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選項 如果是一個州 就不能公投獨立 就已經固定了 因為實際上 南北戰爭就是這樣開始 就是那個南方人 他有很大的農場 他認為 他必須有那個黑怒 來協助運作這個農場 北方人 他認為 這樣不對 不要 有 社會上不要有黑怒 這個制度 所以那個時候 每次一個新的州 要進入聯邦 他們都有很激烈的討論 就是美國從 東海岸一直往西海岸發展 他們都很熱烈討論 這個州是要做自由的 還是要做努力的 就是自由的一州 就是沒有奴隸制度的 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 那 那個奴隸的一州 就是允許有奴隸這樣 但是就算這個 一國兩制 這樣的一個制度之下 也有很多奇怪的現象 比如說那個 那個 黑人如果從奴隸的一州 跑到自由的一州 那個奴隸一州的警察還是會追 所以這個有很多人 覺得有很多不公平的情情 所以在那個時候 林肯是總統 那個 南卡羅萊納州 他在西海岸 一個小州 他就決定說 我要退出聯邦 我不喜歡中央 這樣的一個規定 當然 說起來 說起來 剛開始 美國在創造 美國在創造這個國家的時候 他們當時 寫很多 文章 他們針對政府 就說這個政府太殘酷 或是太壓迫人民的時候 或是不聽人民的話 或是沒有代表性 或是這個政府 不是一個 好的政府 那人民 不但有權力 也有義務 把它推翻了 但是 隔了七八十年後 等到美國在運作的時候 到 林肯那個時代 1860年代 美國那個都立選年 都是1776年 所以 差不多是 八九十年後 那個時候 這樣子的論調 已經不流行 有沒有 這樣的論調 已經不流行 每一個革命團體 對於他 原來要革命的對象 他批評的很多 等到他得到政權 那如果別人開始批評他 他當然他覺得不爽 啊美國當然覺得不爽 你南Carolina之後 怎麼可以批評中央 又說要退出 那林肯就引述很多 那個憲法條文 就說你不可以退出 所以 退出 就等於選戰 我就派國家軍隊去壓制這樣 所以這樣的話 南部的那些州 他就支持 南Carolina州 因為他們也贊成奴隸嘛 然後 北部的州當然都反對 南部這樣搞 所以後來 南部就組織自己的一個 他自己 成為一個國家對不對 他組織另外一個聯邦體系嘛 然後他選總統 做了國旗 然後他就這樣 一直做下去 然後跟北部 就發生激烈的戰爭 就好幾年嘛 激烈的戰爭 後來 這個整個過程 就寫成 那一部小說 飄 飄就是紀錄這個 啊其實那個 那個飄裡面 那個男主角 他講得很對 你知道嗎 哇他這個 他那個對吧也是 好厲害喔 今天看就覺得說 哇 他的那個對白 非常火爆 更何況50年前 今天都覺得很火爆 很吸引人 他當時就罵那些南方人 他罵他們什麼 他說 你一個工廠都沒有 你的大炮 你沒有工廠欸 對不對 你打什麼戰 你跟北方打什麼戰 他這樣一講 但是那個南方人 都是非常的 信心十足 喔我一定可以 打倒 這個北方這個鬼子 他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當時他主要 大家認為 這個人很不好 其實他是很聰明的 他才看到事情的真相 那北方的那個工業 那個體系 不是你南方一個農業體系 可以打得過 所以到了後來 他們被打得 什麼都沒有 很慘 那 那到今天 來講 美國精神是什麼 你現在如果到美國 南方的那些州 你到處可以看到那個 南部那個國旗在飄欸 到今天為止 很多人都把他掛上去 他說 南方會再來一次 他們都這樣講 他就升了一個旗子上去 啊 美國會取締嗎 沒有 當做不見 當做沒看到 當做一個紀念品 就像 你開了農場 啊你自己設計一個旗子 說這是我的農場 好啊 你高興就好 不過這個南方人到今天來講 他是很 不高興 他這樣被打敗 所以 像我小時候 我們住在北方 我們住在Ohio 我爸爸是南方人 我爸爸是Tennessee 對不對 大家說 喔 生在哪裡 你爸爸是哪裡人 喔Tennessee 他知道你是南方人 就看你好像 你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搞什麼革命 有沒有 所以 所以 這個心態 這個心態到今天也是 也是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所以分得很清楚 在美國那一代都分 到今天為止都分得很清楚 所以以前我爸爸媽媽也搬回Tennessee去 我路過到那邊去 因為北部有北部的槍 南部有南部的槍 我必須學了幾天 幾個禮拜我才能 開始講那個南部槍 要不然 你講那個北部槍 他就認為你很奇怪 所以 所以 這個也是 美國的這個 這個什麼 有一點那個地方色彩 有一點那個地方色彩 所以 你要知道 你跟這些人在談話的時候 對不對 以前 你要 你要尊重他的那種 說是什麼 偏見 對不對 如果他談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喔 對對對 南方那個時候 喔很可惜 你要這樣去講 那 後來不是有一個 那個後來也有一個 一個電影也有 也有演那個 南方的東西 演放得不錯 那個 演得不錯 那時候就是那個 那個女的 她經法 然後去度哈佛的那個 法學院 她爸爸南方人 有沒有 阿拉巴馬 什麼 金 什麼 對 有物那個 那她跑到 她跑到那個 北方去度那個 因為她 她 南方好像去 加州 念大學 什麼很奇怪 然後她跑到北方去 後來去度那個 哈佛對不對 然後回到 阿拉巴馬的那個地方 啊 他們那個就 就 就 每一年都去演一次 她就穿上那個軍服啊 然後就去 把那個 附近的戰爭 再演一次 啊 用那個大炮啊 啊 就放那個 爆炸的那個 啊 就再演一次 然後這裡 砰 這些人就到下去 有沒有 那一砰 這些人都倒下去 她在叫她爸爸 你看滿地好像是屍體 她是這個這個這個 喔爸爸你在這裡 我說我在這裡 你要什麼 有沒有 她就是躺在那裡玩著 他們都每一年演一次 所以那個南方人 對於那個戰爭 真的很入迷啊 而且很懷念 啊北方 沒有玩那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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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的 有的南方人 對那個 她整個家裡 也都是擺在那些 當時的那些 南方總統啊 國務卿啊 什麼官員的那些 照片啊 還有他們的軍服 還有他們的 徽章啊什麼 她家裡都有那些東西 哇我的天啊 差不多是另外一國人 所以如果碰到那種情形 也是 也是非常非常奇特 OK 所以這個是 當時就是林肯 他當時就是面對這個情形 因為他說什麼 他說 你作為一週 你就是永遠作為一週 所以到今天為止 這個解釋也是一樣 夏威 在我們這個 比較近的這個記憶裡面 兩個 在我們這一生比較看到的是 兩個週進去嘛 都是1959年嘛 阿拉斯加夏威夷 他本來是領土嘛 他本來是領土嘛 他作為領土的時候 其實長期上可以進可以退對不對 但是後來 他們就是想做為週 就是那個時候 1959年 嗯 那個時候做為週 可能沒有像今天 這麼複雜 所以他們 就變成49 49 50週嘛 所以現在 阿拉斯加 夏威夷 都是正式 美國的一週 所以他們今天 他就沒有那個彈性 他不能退出 他是永遠定在那裡 OK 那關島 關島 他在媒體上常常講很多話 就說喔我們關島人被壓迫啊 種種種種 但是他們 寫那個報紙的人 是一種人 實際上大部分的居民好像沒有這麼積極啊 他說要去什麼公投要做什麼做什麼 連基本的投票人數常常都沒有達到耶 因為他們那邊生活就太太簡單的你知道嗎 那個美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就去那個關島 你看關島是美國西班牙戰爭以後 所以打下來的 其實講打下來的也不對 波特里克大概用一個禮拜去打 古巴用幾個月去打 關島不到一天就打 就把打下來美國國企上去 美國佔領關島美國國企上去 為什麼 因為美軍到達那個關島 那個當地人就跑出來就說 你來這裡幹嘛 他說我們要打你這個島 他說不要打 你要什麼你就說啊 我們要征服你這個島 好好可以可以 好OK 你條件什麼 美國國企上去 好美國國企上去 好謝謝 還有沒有別的事 沒有好我們回家了 就這樣 一天 好像是1898年6月12號 所以他的個性不太一樣 他的個性不太一樣 所以 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在關島的時候 他強穿在某一個地方 譬如說 關島是一個小地方 你看到那邊 那邊好像 然後那個 嗯 就是有一塊 有一塊那個地就 插到海裡對不對 哎那邊 我們去 乾脆我們去一個野餐好了 那個地方好像很漂亮 我們去那邊野餐 問當地人說 那個地方叫什麼 那個地方叫什麼 沒有人知道 沒有名字 他們很多當地的名字 沒有名字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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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那些人 譬如說 當時那個人叫約翰 他要組織這個野餐 所以他叫約翰 他說約翰要辦這個野餐 所以 那個地方他們去的時候 他們就叫做約翰野餐 然後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那個地方就叫做約翰野餐 John's picnic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地方 一塊地 然後有斷崖 什麼的 然後有草坪 什麼的 為什麼叫John's picnic 因為以前沒有名字 所以 第一次在那裡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取這個名字 所以 某一個 某一個軍官跟當地 某一個人 呃 maybe 某一個當地的人 呃 約會談什麼重要的事情 他們在哪一個地方 那個 啊那個地方就 就叫做什麼 探判腳還是什麼 啊以後要探判什麼 都到那個地方去 為什麼 不太知道 好像 那邊都是談判了吧 就每一個地方 他連取名字 所以你看 他不是很積極 我覺得他不是很積極 所以美軍黨那邊才積極 啊我們今天有這個民政府 民政府是戰爭後的 OK 這個戰爭以後 這個 這個地方經過 這個 敵軍 敵軍過來 然後 受到敵軍的控制 然後 就屬於佔領 這個海鴉公約1907 那 這個地方受到敵軍的控制 就屬於佔領 那 佔領 以後 當地 要組織他的民政府嘛 要開始組織他的民政府嘛 那美國兩個情形 一個 一種情形 這個地方本來就 割給美國嘛 西班牙有很多那個 割給美國 波多里克關島 當時 菲律賓也是嘛 波多里克關島 菲律賓 古巴 就是跟台灣比較接近 西班牙把割去去 沒有說給誰嘛 那個 美國佔領古巴 就是1898年那個 那個 戰爭開始嘛 就算民國的話 差不多民國前14年對不對 啊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美國用幾個月 打 那個西班牙軍隊在古巴 7月17號 就 已經 征服古巴 美國國旗上去 那後來 到 波多里克附近 8月12號 對不對 啊同時在 太平洋 他們有去政府那個 關島還有 他們到 菲律賓去 控制那個 馬尼拉 主要的那些地方 所以這些 佔領以後 那當地人 要 運作他的民政府 啊兩個情形 如果這個地方 進那個 和平條約 他是割給美國以後 那美國國會 會通過一個法案 給你這個 組織民政府的這個 法律依據 所以 那個 呃 波多里克 比較標準的例子 他 和平條約 1899年 4月 11號生效 按美國通過那個法案 按那個法案 組織波多里克的平民政府 就 1900年 5月1號 開始運作他的民政府 那有沒有看到這個關鍵 就 就是 一年 1899年 4月11號 到 1900年 5月1號 是不是就是 一年 又三個禮拜 啊那個時候美國 美國這個基本精神 他已經在遵守國際法 他已經在 了解 該怎麼做 各國怎麼做 我們這個 在合理 所以為什麼要一年 一年 就是很清楚 這個國際 這個國際 一年是處理那個 波多里克的那個 國際問題 他就宣布 如果你要繼續效忠 你這個西班牙 的這個國王 你一年內 要到法院去 算是 那如果你沒有 那就 他就 必須承認 美國給你 的那個 新的國際 安排 所以當然 會有一些 少數的人 到法院去說 我要繼續效忠 那個 西班牙國王 但是大部分的人就說 好我等 美國給我 所以那個一年 是這樣的關係 像你回到台灣 他就發佈什麼 一般我們說 1946年 1月12號 所有的人 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這個是法律上違法的 不可以這樣做 人家有選擇權 你那個時候 台灣還是日本領土 你根本還沒有 還沒有 那個 過戶給你啊 這個就是 跟那個官員 我們在江州 他們說 那個是光復節 我說 等一等 你看 光復節誰講的 你講的 聯軍是誰 美國 英國 法國 你把他的文件拿出來 才算 你去找美國 英國 法國哪一個有文件 說那個時候是台灣國戶給你 都沒有 那 那光復節是你自己捏造的 不符合國際法 所以那個時候不能 那你看到很多事情 就是他以這個為依據 所以我們 上個禮拜不是去 去嘉義 還有下去 跟一些我們這個 三地朋友 他們在談 在鄉下 他有一個地方 政府說 這已經是國有地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不是你的什麼國有地 但是人家跟我們講 他 基本上他就是 日本本來有國有地 在台灣 所以他把那些 全部就認為是他自己的國有地 還有什麼 有個什麼法 人家把email給我 國有財產法 或什麼樣 但是他說接收 接收就是變成國有地 所以你從這裡去看 你在中文裡面 不能把 10月25號 不能叫做接收 你一旦叫做接收 在華語裡面 就變成國戶給他的 所以這個接收兩個字不能用 我們不能用 我們團體不能用 那是純粹 那是管理 那是占領而已 占領是管理 對不對 就像說 如果 如果愛生好的太太 對不對 如果愛生好的太太 現在譬如說 我們有個 我們有個大飯店 我們就先說 那愛生好的太太就 當我們這裡大飯店的管理人 那怎麼會過了幾年 那個大飯店的所有船 怎麼會變成他的 這不可能的嘛 但是台北原山飯店 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先給他們管理 後來就變成他們的 所以 在這個華語裡面 實用 與 擁有 他們根本搞不清楚耶 在英文裡面 這個是清清楚楚的 多年前我有個翻譯文件 我送到那個翻譯社 我說 這個是一些申請手續 如果你要完成這個申請手續 如果你要完成這個申請手續 你必須有 什麼什麼 啊 譬如說 那個時候你說 你必須有 像這些東西 這個是活動的 但是有一種是 做實的嘛 父輩的那個 那譬如說 英文說 你必須 have access to 這個腹背機 have access to 就是我用得到 這個腹背機 但是他們翻譯社 就給我翻譯 必須擁有這個腹背機 我說這個意思不一樣耶 我可以用得到 我可以借得到 我朋友有什麼的 我就可以完成這個 我需要的這個東西 但是並不是說擁有 所以我覺得 華語很多那個觀念 根本不清楚耶 那個那個觀念根本不清楚 所以 蔣介石就是 用你這個弱點 什麼東西 接收以後 就變成他的 啊我太太說 他的他的養父就是 農業專家 我當初 他們蔣介石來以後 也是被抓去以後 後來 他們有人去跟蔣介石講說 你有這麼多人 要吃吃飯齁 你這個人 如果給他關起來 或是給他處理掉 你以後沒得吃 因為他是專門研究那個米 那個什麼 我們主要的那個改良 什麼都是靠這個人耶 後來才把它放出來 他們 他們想法都很奇怪 不斷把東西收以後 然後你有提出什麼抗議 對不對 他又 他又幫你抓去 完全 那個 國際上不是這樣 所以 波多利克 比如說他這樣處理 那古巴呢 古巴 就跟台灣比較像 那個 美國國會不可能通過 古巴 在美國軍方管理體系後 古巴要有自己的平民政府 要有自己的民政府 那美國國會不會通過你這個 因為 你沒有割給美國嗎 啊憑什麼通過你一個平民政府 所以這個時候 古巴人民自己要 組織一個平民政府 所以 OK 當時 可能有好幾個團體出來 說我要做民政府 他開始做做做 那美國看哪一個團體 比較 比較親媚 對不對 那理所當然 然後他就培養這個團體 那後來 到 1902年 5月20 古巴就宣布獨立 他的民政府就變成他的 古巴共和國政府 所以 你看這個過程中 嗯 1898年 7月17號 美國把古巴搭下來 把西班牙人打完 打敗了 1902年 古巴獨立 這樣的 時程好不好 非常不好 後來古巴都亂掉了 一直到現在都很亂 那為什麼 你一個舊體系 要換一個新的體系 沒有什麼 你人民的思考裡面 都是那個舊體系 對不對 所以今天 就像伊拉克或是什麼 他就 有的人認為 喔我可以建立一個民主 政府在那裡 對不對 但是 美國有什麼樣的傳統 伊拉克有什麼樣的傳統 我在美國 什麼時候一個人過來說 如果你不投誰的票 我把你手跟腳都砍掉 這不可能 但是在伊拉克 就有這種事情 那你這樣 你這樣 怎麼搞個民主 你只能做軍政 你只能做 軍事政府一直在那裡 那個人民沒有辦法 民主耶 我是這樣想 要不然我每個人要 保護自己的家裡 對不對 啊你有那種 暴徒啊 恐怖分子啊 恐怖分子啊 這很麻煩你 所以 在你 要改變那個體系 就不是很容易 你看光台灣 從1945年 到現在 60多年 台灣 到境內有沒有爭執 天天都在爭執 而且爭執到什麼程度 台灣爭執到什麼程度 你如果要講簡化 報紙不登 對不對 你如果要講 真話 報紙會說 你識破什麼 祖存什麼 融合 欸 你本來就是 外來的流亡人 什麼叫識破 你滾蛋耶 什麼叫識破 我本來就是 你不應該在這裡 我講真話 你應該離開 你這樣的話 他沒有人給你登 你 啊這個就是真話 對不對 這個就是真話 啊如果 伊拉克的人 在報紙上說 我希望美國人 早一點離開 那 美國說好啊 我也希望早一點離開 所以你看那些人 那些人 還好台灣人 比較聰明 那些人實在 笨死了 因為為什麼 他要美國人走 他就到處放炸彈 你到處放炸彈 你越炸 美國人 越不走耶 你只要和平 美國都走了 他們這個很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和平 一年什麼事都沒有 美國都走了 啊你要爆炸 你再開始 美國大概不會回來了 因為那個國會不會同意嘛 所以他們 他們實在笨死了 但是你看到 看到一些這個 嗯 從這裡 歷史中 種種的一些 基本運作情形 按我們剛剛講到 美國的一些 基本結構 一般你談 美國的政治 你在台灣的學者 他大概只有知道 無事州的一些情形 這個包括大學教授 像我們 我們民政府 林博士 我大家所研究的 和學在這樣的書 有關美國歷史的東西 一般在台灣的 的那個 美國所謂美國專家 他們不懂 我碰過很多 他們在大學教書 我問他們三個問題 都把他們問到了 他在大學教 什麼美國歷史 什麼那些 這個部分他不懂 完全不懂 那更何況 我曾經 我們曾經碰過一個 台灣的一個 憲法學教授 太太有一天 打給我 嘿我在哪裡哪裡餐廳 我跟一個 教授在聊天 你要不要過來 他在教什麼 憲法 他談得很好 所以我太太有時候 會打這種奇奇怪怪的 電話給我 所以我就過去 那個餐廳 哇真的很好 你可不可以慢慢談 慢慢談 憲法 瞭解很多 他也學過其他憲法 只有一個問題 他不會回答 台灣何時併入中華民國 這個問題他 我還要去查 叫憲法 叫憲法 叫了二十年 連自己的地方 什麼所用的憲法 是跟自己的領土 自己的這個土地 有什麼關係都不知道 後來 他就下一次回來說 查不到 查不到 我說他查不到 會不會變成 台灣 不屬於中華民國 應該不會這樣吧 他要領薪水 那個人齁 他是 好像我記得是馬族人 那個人是馬族人 所以馬族人 推崇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你要 體諒 因為 中華民國 應該是他的國家 沒有錯 只是他搬到台灣 有一點 搬到外國去 他自己都不知道 這樣的問題 那後來 隔了兩三年 我太太 又給我看報紙 那個人 又被歧訴 歧訴什麼 嗯 夾博士 夾教授 夾律師執照 夾什麼什麼什麼 你可能看過新聞 有什麼一個人 不過他談吐非常好 他是很好的一個人 他 他也開那個律師事務所 後來報紙說 他沒有律師執照 他也常常去開庭 幫很多種案子 但是他跟國民黨高層 很 非常接近 非常有關係 所以那些沒關係 台灣很多奇奇怪怪的現象 別的國家大概看不到 我太太常常去那個 什麼新竹縣 她有個朋友在那邊 有個別墅 她去那邊 她就說 他們跟她講說 萬寧你這一代生病 你只有這幾個醫生可以去 其他那個不能去 為什麼 假醫師指導啊 那個都是假的 他沒有醫學院畢業的 其實那個 那個很多嘛 因為 當初 國民黨的方法就是 把這些人退休的時候 他在軍方是一個什麼衛生兵啊 就給那個醫師指導欸 他外面可以職業 然後當初 是聽說是台灣 什麼 醫師公會 就發文說 那這些人你要這樣搞 這些人至少你要有一個 分別 裡面他是 譬如嘉義秉丁啊 什麼那些 啊 國防部就會來說 NO! 完全一樣 問題是他沒有醫學院畢業的 那那個 律師也是一樣 他在 他在那個 軍方做什麼 什麼事務官啊 什麼小 摸到一點法律 他退休的時候 就給他一個 律師指導 就這樣 要不然就給他直接到什麼 法院去做法官 你 就這樣 所以為什麼說法院是他們開的 你想那個人 你任何一個案子跟國民黨有衝突 你說你會贏嗎 沒有 沒有 那個人就是在那百分之百 維護國民黨的利益啊 對不對 所以 非常 那個 啊 美國會有這種情形嗎 沒有啊 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 他 他就會被 會被 就是如果人家在 在搞什麼假的 或什麼 他會被檢舉 所以 為什麼 就是連那個大學 大學畢業 他都有一個 什麼教育單位 他有一個名單 我承認哪些大學 那其他的他就不承認 其實你很容易可以創辦什麼學服 但是你要經過他的教育單位的承認 那是另一個問題 你可以隨便成立一個大專院校 隨便你啊 但是你的學位你的課程要經過 美國教育單位的承認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程序 所以 他的自由有分成的 就像現在你說台灣的教育問題 美國的教育 所以 五十週 如果我在這一週是高中畢業的 我不需要考什麼試 我可以到州立大學去讀書 那是我作為一個 州民的基本人權 我不需要有任何考試 我高中畢業 而且 什麼嘉義秉丁 什麼國家定我的前途 那我自己選擇 我要讀醫生 我就讀醫生 我跟得上就好 跟不上 自己被淘汰 那自己的問題 我要讀什麼 我要讀醫術 我要讀會計 所以 以前有一個教育專家來台灣 不是走馬看花 而就是去了解 他說 什麼台灣表面這些大學 其實都是假的 你就是台灣國立大學一 台灣國立大學二 台灣國立大學三 因為你就是同一個聯造人 分發 那個美國沒有這樣 你要分開啊 哈佛教哈佛的 耶魯教耶魯的 不是說國家 國家有一個基本什麼 那個能力 堅定 你靠那個是 比如說SAT這種東西 我是比較贊成這樣的制度 你基本的那個 但是其他那個學校 自己去 招 招新城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讓他 譬如 因為你看你現在這個制度 你沒有彈性 如果我現在我這個大學 假如說我在台灣 我認為說 欸反正 馬政府 已經在修法 說 呃 徵收土地 要用試駕 是不是 對 他是這樣講 是不是 但是我記得以前 我們有學 三民主義 不是這樣 三民主義 是認為說 那個上面的那一部分 是國家的什麼 給你什麼 所以你只能用什麼叫 所以換一句話說 三民主義 已經破產了 是不是 我們要不要發這個文 給馬政府 既然如此 那三民主義已經 已經破產了 美國人馬上連結這個 啊三民主義 已經沒有了 是不是 所以我 我本校 比如說我是小子 本校已經把三民主義的課 都放在倉庫裡面 對不對 請你國立便利館 有空回收 那我現在 我新生的考試 就沒有三民主義 啊他們回答說 不可以這樣 啊為什麼不可以這樣 我是辦教育 啊你是辦什麼 對不對 一句話嘛 學生畢業以後 你有扶持他的就業嗎 那你嘴巴可不可以閉上 對不對 你天天在發號施令 啊你負責什麼 你負責官僚體系的維護 所以 美國會馬上這樣 然後他就是 自己招 譬如說我是哈佛大學 我現在哈佛大學開會檢討 我發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學生做什麼樣怎麼樣 然後 這裡好像是都是考試 就是訂那個但是美國要看 你還有什麼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那個 學校以外的什麼活動啊 你還有去哪裡實習 你還有做什麼做什麼 不是光靠考試 考試甚至於有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分配 像哈佛大學會有一個分配 我有申請過 我也被退 我也沒有通過 但是那個 我面談的時候 後來我 高中的那個 輔導主任 他跟我講說 你沒有通過哈佛大學是在哪幾項 他跟你講得很清楚 如果那幾項 我有了我就去哈佛大學 所以我那個知識對我很重要 我申請其他的大學 我都注意到那些東西 其他的大學我就很快就被錄取 因為我先申請那個最難的 讓我了解他對我的評價是什麼 其實他的評價不是考試 他當場在談的時候 他說SAT最高是800分 他說我新生六七百個人 全部800分 我要這樣安排 是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不要 我不是這樣 我有一些800分的 我有一些500分的 我有一些 有的學生有做這個 我找很多不同能力 不同興趣 不同經驗的人 進來組織我這個一個 一個 一個新生的一個 不是光靠 光靠那個考試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美國的一種 教育方面的一個基本精神的話 一個高等學府 他要組織一批新的學生去 不是光靠看考試耶 要看他們在社會上有什麼表現 這個人曾經又怎麼樣 這個人曾經又去跑喜馬拉雅山 這個人曾經去太平洋 那個漂流50天 這個人曾經怎麼樣 做很多事嘛 這個就是變成他人生經驗不一樣 對不對 他是要做這樣子 所以然後他自己 自己招考 自己面談 他用那個 上在美國 你住什麼偏僻地方 他就告訴你附近 他有一個校友 你去跟他談 然後那個校友會跟你談 然後跟你寫評語 然後繼續回去 所以不管你住哪裡 他的爪子都 就伸得到 他都知道 所以你要說哈佛大學 在你旁邊都有哈佛大學的系統 耶路大學什麼那些都有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教育方面的一個 一個基本經驗 然後讓那個學校本身 他自己面對了市場 面對了環境 面對了現在地球的情況 他自己去安排什麼課程 才能使我們這個學生 能在未來的世界有競爭力 他是在考慮這個東西 而不是什麼樣的課程 能維護到 我們流亡政府最大的利益 是不是 這個幹嘛 所以學生 現在在台灣在學生 普遍畢業的話 很多找不到工作 而雇主呢 也找不到員工 因為他們 他們所訓練出來的 不是他要的 沒有這個能力 我太太常常跟我講 王永慶 王永慶 最早說是做木材生意 在深山賣那個木材 和銷售 結果他做那個木材生意 是跟我 是跟一個人合夥 就是跟我太太的生父 跟他合夥 早年 他們賺很多錢 後來王永慶 去投資那個塑膠事業 當然這個是政府 輔導他們去做 當時 當時沒有人要做 他想做 我太太的爸爸 不好意思去講 他去投資 台中豐原一帶的酒家 他的投資不是一般投資 他的投資就是每天去 每天去喝 每天清小酒 就每天在那裡 幾十年下來 那個錢都投資那些酒家 王永慶在那邊 大家看 你不是以前跟這個人平喜平坐嗎 沒有了 這個是一段平常不講的 但是 我們所有的髒衣服 如果不是在民政府講的 還不是在電視上講的 所以都一樣 對不對 像我前幾天 跟我太太去電視台 我們也 講我們家裡的糗事 這幾天 很多很多人都在打來說 我看到了 你們兩個怎麼樣 所以我們常常就把這個拿出來 好那後來 後來那個王永慶 他搞那個長庚醫院 也是 欸 王永慶 是有美國思考 你知道嗎 他不是 他不是一個 他的思考 不是台灣人的傳統思考 他的思考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思考 你就知道 你 我太太去長庚醫院生孩子 生孩子以後啊 因為我太太長期在留學海外 我也 美國 徒生長大到二十幾歲 啊結果生孩子以後 那個醫院 就送來的食物嘛 我們住在那個醫院三五天 他送來的食物 我們那個房間 我記得有三個太太 剛生孩子 他送來的那個食物 其他兩個 我們看著說 欸不錯 很豐富 另外兩個太太看著說 這個怎麼能吃啊 後來我們不懂嘛 因為我太太就說 長期上她也在海外 所以後來那個護士來的時候 我們就請教說 為什麼另外兩個太太跟我們講 這個不能吃啊 啊那個護士就說了 對 嚴格來說 以台灣人的角度 這個不能吃啊 但是 以西方營養師的焦點來看 這個是完全符合 一個剛生產媽媽的營養所需啊 王永慶是走西方式的 他的醫院裡面是用西方的營養學的 他不是用傳統 台灣的那個什麼麻油肌那些 沒有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各種挫折啊 也不知道怎麼辦 反正那些人 他在家裡有 可能有他的媽媽在 他媽媽可以煮東西過來 我們沒有 我太太出生七八歲 他媽媽就過世 後來他 他有 被領養了 所以那個算什麼 養母 養母過世 那後來乾媽媽 他媽媽過世 後來 他爸爸 又娶了兩個 對不對 那不是生他的 跟他無關的 所以沒有人可以煮什麼東西過來的 不過後來 我們三天以後 我們就乾脆退出 到那個時候我們到那個 月子中心啊 月子中心比較有那個傳統的食物啊 到月子中心 他就說那 maybe我們是台灣傳統食物 我說對 然後 我們剛剛退出醫院 退出醫院以前 因為 配合美國的基本精神 我是一個小偵探 所以另外 我們房間 那兩個 女士 他們的地址電話 我都有寫下來 他說寫這個做什麼 我說我跟他們一定講好了 一年後 我們三個碰面 看有沒有報錯了 這個問題很嚴重啊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小寶寶 開始走路 你就覺得說奇怪 小孩子也不像爸爸 也不像媽媽 也不像友差 這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對不對 如果是小孩子這樣 所以美國基本精神要有一點偵探 所以我說我都寫上來了 這個住桃園 這個住 住什麼新竹 所以後來 我們每一年就會碰面一次 三個小孩子在那裡派對 你覺得怎麼樣 對了 這個應該沒錯 而且他發脾氣很像他爸爸 發脾氣很像他媽媽 那就對了 他的那個那個 嘴巴歪歪的向他嘱咐這樣 OK 這樣對我們查了幾次以後 這個小機會就解散了 但是這個也是做事情 做事情要徹底 OK 你要寫清楚 你要寫標準 你要有一個格式 我想這個優勢 我想這個優勢 這個優勢 美國的這個基本精神 就像台灣 我們開始研究台灣的時候 我告訴你 開始研究台灣的時候 就是很簡單 所有的人 他把所有的東西 歷史什麼那些 都堆擠起來 我看過很多那個書 歷史事件什麼什麼都寫下來 然後他最後結論是什麼 研究好幾年 結論是 很難說 台灣的到底是什麼情況 那我說這個研究方法是 基本上沒有頭腦 你不能光寫歷史事件 你先要有一個結構 你必須先有個結構 你再把歷史事件 遷入那個結構裡面 那你會發覺 有的事情沒有在 這個比在的事情更重要 有沒有 譬如說 你現在有個大公司 你面談一個女秘書 你說那你大學 的那些強級單 你給我看 你看 哇他每一個課都是 A B 哇非常好 那你覺得這個女孩子 非常聰明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 你看他所有的那個裡面 譬如說 沒有數學 沒有物理 那後來你發覺 他是一個數學白癡 因為他沒有修過 所以你不知道 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大人不去修數學 OK 所以這個叫我們的是什麼 不在的項目 比 在的項目還要重要 那這個是台灣歷史 一個歷史水準 我們學美國歷史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 一定要實際上一個結構 我們再把它放進去 我來台灣以後 我發現沒有人有任何結構 我們的結構在哪裡 剛剛講過了 美國西班牙戰爭 接下來的情形 我們就可以用那個結構 那個是戰爭的情形 那個結構有哪幾個步驟 有 起碼有 有這個酸戰 起碼有這個敵尊進來嘛 啊起碼有這個 譬如說 佔領旗 譬如說誰在佔領 那你要探討 佔領者 或是說 佔領全國 他的資格是什麼 你這個要探討 你看台灣所有的歷史書 沒有人探討這個 就算他了解到 現在這幾年 有很多團體 他的他的網站 他的資料都改了 因為看很多我們資料 他的資料都改了 他都說喔 蔣介石接受日本投降以後 台灣地區的佔領開始 他寫到這裡 但是他沒有進一步探討 佔領台灣的資格是什麼 是他佔領嗎 是蔣介石有資格佔領台灣的這個 太深入 他沒有去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分析台灣的情形 因為他不了解那個結構 OK 後來你有投降 後來你有和平條約的草泥 你有和平條約的生肖 後來這些事情 民政府所有的這些事情 那你把這個結構拿來 你來看 古巴 波多利克 關島 甚至於菲律賓 波多利克 都 都是很通的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都是可以主力 都是可以形容所有的歷史情形 那你現在把這個結構拿來 然後把台灣添進去 哇 問題就出來了 對不對 第一個大問題是 4月25日 絕對百分之百是沒有什麼光復 那絕對是佔領的開始 佔領不移轉主權 所以哪有什麼國有地 那個起碼要等到和平條約生效 明確的過戶給你 欸但是等一下 問題是 佔領者 或是所謂佔領全國 每次都是征服者 征服者 誰征服台灣啊 對不起是美國 不是中華民國欸 是美國征服台灣啊 所有攻打台盆的 軍事行動都是美國做的 英國沒來 MacArthur有發文 請英國跟法國支援 東南亞他們沒有來 澳洲沒有來 那個印度沒來 紐西蘭沒來 這些都沒來 清一色都是美國在做 更何況 關鍵時刻 丟原子彈 也是美國做的 所以 日本是向美國投降 你是在旁邊陪伴 那 佔領台灣是美國的責任 也是美國的權利 他分配給你 你不能站為己有 所以你這樣一看 整個結構 你整個情形就馬上出來了 而且這個結構跟這個情形 是等於國際的一種慣例啊 這樣就 你這樣就可以分析出來的 我想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美國的 美國做事情的基本精神 要繳一個結構嘛 你要繳一個結構來做 所以為什麼在國際什麼 談判什麼 戰爭法什麼 那些那些 美國也都是出席去跟他們談 那個結構 要怎麼樣的結構 我們才知道 什麼事情 怎麼樣去處理 那你看 優勢 在 台灣還有東南亞亞洲 我們 九星山合併條約 他就安排一個主要佔領全國 那既然有主要佔領全國 好像也有次要佔領全國 比較順利成章的 但是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參考點是說 這樣的結構 在戰爭法裡面是很好運作的 美國後來到那個伊拉克 他的說 那個聯合國有說 美國跟英國是佔領全國 我當初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戰爭法佔領全國是單數不是負數 他是單數不是負數 所以後來他們不是成立一個什麼 佔領黨局 有沒有 每一次人家才認為 佔領尊違反什麼違反什麼 每次告到那邊去 那個就 他們就很難審理說 到底 很多疑點 要用英國法來審 還是美國法來審 所以這個結構是錯誤的 你必須指定一個主要佔領全國 其他是次要佔領全國 你這樣就很好做 所以台灣究竟山合約這個結構 是正確的 這個是標準的結構 那如果你懂這個的話 其實究竟 你再把那個結構拿來去看 究竟山和平條約 究竟山和平條約已經把台灣的情形 講得一清二楚 非常清楚 台灣就是 已經是美國的海外管轄地 非常清楚 那Henora說 沒有這樣寫 你不會看 因為你沒有那個結構的idea 你必須從美國西班牙戰爭去 了解整個結構 戰爭的過程的結構 喔 你可以更早到加利福尼亞 那個美國墨西哥戰爭 那個時候 也有參考的嘛 你這個整個了解 你再去看 美日太平洋戰爭 你再去看 九屆山和平條約清清楚楚的 所以 我們是不是差不多 講到這裡 先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各位 好 各位同學 起立 走勒 請坐 謝謝 又跟十分鐘